这位女士有一次打电话给张一山 问你是不是暗恋我 张一山愣住了一会儿 她不知道自己是震惊了 仍是说了什么话 她没有直接答复 杨子是由于在家里有孩子而出现的 作为一对快乐的敌人 她和张一山给咱们带来了许多快乐 他们也把这种感觉带出了剧中 他们一见面就相互掐 相互善笑 有网友点评他们的联系 他们一同度过了低潮 当她受欢迎时 她的心依然在那里 她与其说是亲属 不如说是亲属 但粉丝依然想让他们的联系更进一步 例如 有许多男女朋友和妇女 事实上 他们有一个男朋友秦豪杰 他们联系很好 秦豪杰在女友的影响下声名确起 因此 当她宣布分手时 那些吃甜瓜的人都很困惑 毕竟他们的爱情不像是假装的 为什么要分手 网民们开始拿出显微镜寻找投票 有人在拍摄秦豪杰和张雪莹时 发布了他们的插科打混 秦豪杰其实并没有和杨子分手 但他们并没有用勺子躲避质疑 胡辣汤威廉还要求秦豪杰搓弄她的脚 并展示亲吻的痕迹 夏洛克鸭子其实对这两个人有好感 但张雪莹赞扬了她和秦豪杰 这使她被称为诡计多端的人渣女性 两人是否由于她不知道而分手 到目前为止 杨子没有关于她和谁在意同的流言蜚语 与她伙伴的男明星也被视为朋友 杨子的人气很好 也很风趣 当一位男明星被问到谁的朋友圈最风趣时 他们都说是杨子 他像小太阳给大家带来欢乐 慢慢的 杨子获得了一线女星的方位 当他与吴亦凡协作时 他几乎失去了名誉 这一切都是由于翻海问题 当他们在协作的第三类光明中 谁撕开了八百发子弹 一个是一线女星 演技好但没有不景 另一个是人气刘小生 没有代表作品 只有资本 几乎每部剧都有四个问题 但他们是不同的 维加斯撕毁了地球 撕毁了阴阳剧本战役 引发了电影和电视业的地震 两人正在吃饭 在记者款待会上 气氛看起来很为难 只要是偶像剧 男主角和女主角都必须辞退CP 但吴亦凡拒绝说咱们是好朋友 而且已经宣誓就职 杨仔说吴亦凡和他自己一样快乐 吴亦凡答复 你的意思是我不镇定 最后一同被送 妈妈批评袁隆平 让你吃得太饱了 许多人支撑杨子 更不用说他们的好兄弟张一山了 他们都处于空窗期 所以粉丝秘密地期望他们再一同 不仅人们忧虑吃瓜 许多娱乐圈的明星也不由地说闲话 当杨子解体时 张一山的微博倒塌 许多粉丝的信息最终能够与他们的CP站在一同 张一山还答复说 假如咱们能再一同 咱们早就再一同了 鸭子有很好的异性联系 他想成为最以乎寻常的人 他还说杨子不是我的菜 他是我的馒头和主食 主食通常是普通的 但却是必不可少的 他不受异性的喜爱 但他是肯定独立的 对他们来说 共处也很风趣 在一个微博之夜 杨子挽着张一山 我不知道这是否正确 吃过东西后 杨子突然打嗝 张一山立刻转过头来 看着他 你打嗝了 这位女士很为难 他追逐张一山 打败了张一山 然后这位先生站起来 把这件事告知了自己 我仅仅觉得我放屁了 当朱章元璋捣乱了 他也会站起来 一位记者问他 你从前潜水过吗 答案是什么 说是或否 人们依然会问究竟 张一山在此刻展示了 他男朋友的力量 他回应了记者的困难 支撑杨子 张一山说纵丹丹的母亲 对咱们照料得很好 这意味着他是被照料的 而不是被割伤的 他的话好像很平静 但他的眼睛很锋利 记者不会再问任何问题了 有这样一个人 在身边维护杨子 我感到非常高兴 能够合理地说 杨子和张一山不是恋人 但也制作了许多噪音 怎么没人能质疑呢 事实上 张一山被问到他是否会给杨子寄口红 他说 我会让他男朋友送的 并非一切儿时的恋人都会成为恋人 并非一切有才华的女性都会进入婚姻殿堂 由于两边都没有这个意思 所以他们能够公开恶作剧 娘子在节目中问张一山 你暗恋我吗 张一山说不出话来 你是个戏曲狂人 或许这种亲情才是真正适合他们的 鸭子生日那天 张一山在微博上发了一封祝愿信 即便国际便捷了你 我也会为你便捷国际 另外 你老了 赶快找个人结婚 不然他人总以为咱们有事可做 他们说让我告知你一件事 事实上 没什么好说的 由于有话要说 不要让他人听到 只要你知道 我总是真诚的 祝你未来美好 我向你保证我是邪恶的 即便全国际便捷了你 我也会站在你死后 便捷全国际 送你一束鲜花 祝你生日快乐 或许几年后 张一山和杨子又有了另一半 但他们依然彼此支撑 他们不会由于没有成为爱而后悔 由于友谊比爱更持久